1月4日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2018乔新碑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在北京举行 《2018全球华侨华人十大新闻》 《2018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 以及《乔这40年中文评选结果》现场揭晓 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乔委员会副主任邱渊平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志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蒋作军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谭天兴 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董忠元 中国桥连副主席齐全盛等出席典礼 中国新闻社社长张欣欣出席并致辞 经过18载的春青的执着与洗礼 这项评选已经成为全景式回眸 全球华侨华人社会年度重大新闻的窗口和平台 呼应了时代发展的脉搏 彰显了华社潮流的趋势 兼具权威性和代表性 颁奖典礼首先发布了2018全球华侨华人十大新闻 习近平考察华侨最高学府济南大学发表重要讲话 海外侨胞及归桥侨卷代表参加改革开放庆祝大会 第十次全国归桥侨卷代表大会举行等 共十条新闻获颁荣誉 在随后的典礼上 2018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揭晓 入选者包括飞虎队将军陈纳德一双 曾任多位美国总统顾问的陈湘梅 西湖大学校长施衣工 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 中央文史研究馆管员 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叶佳莹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中科院纳米能源所所长王忠林 海南万宁兴龙热带花园董事长 印尼龟桥郑文泰 美国弗利尔塞科勒美术馆研究员志工王纯杰 由美国华人发起成立 致力于改善中国农村教育的 非盈利慈善基金会 新兴教育基金会义工团队等 十位优秀华侨华人代表 获得年度人物荣誉的国家大剧院总监 全球华人艺术发展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吕佳在受访时回忆 几十年前 他资深赴欧洲留学之时 全球各著名乐团和歌剧院中 华人寥寥可数 而如今 华人音乐团体已凭建于顶级音乐殿堂 他说 艺术的发展并非一处而就 艺术的成就应该回馈给国家和社会 因为文化 音乐 不是一处而就的事情 是个长久长远的事情 尤其是教育人 这些是这个 这个音乐表现的形式 是有很多的很多事情要去做的 改革开放40周年 我们的成就 我们也是得益于改革开放40周年 所以我们要回馈给社会 回馈给世界 回馈给老百姓 被誉为书写美国体操历史的华人教练 中国女子体操队主教练乔良也获班年度人物荣誉 在她看来 祖国的强大为海外华人带来了信心 她也希望通过体育交流 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互通 被称为匈牙利中医药拓荒人的中东欧中医药学会会长陈震也获班年度人物荣誉 她说这一荣誉是对海外几十万中医从医人员的鼓舞 鼓舞海外华人弘扬中华民族的智慧 继续奋斗创新 如何利用中医药作为沟通这个国际上的一个亮丽名片 我们中医流传下来五千年的智慧 这个智慧对提高海外华人的在所在国的形象 广交朋友构建这个命运共同体利益都非常意义非常重大 需要我们这些追梦人还要继续追梦继续奋斗继续创新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改革开放之初 泰国政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 作为深圳0001号外商率先在华投资 40年间不断加大投资力度 始终与中国保持紧密联系 作为海外华商杰出代表 谢国民获组委会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特别致敬 典礼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谭天心宣读致敬词 赶为人心他作为0001号外商 在开放之初的中国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善作善为他发挥桥的优势 永当一带一路生力军继续逃生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激荡40年 他是海外华商同源共享中国梦的典范 在演讲中 谢国民回顾了改革开放之初 政大集团在中国投资新业的经历 他表示今后的40年中国会更辉煌 他对此充满信心 随后 乔这40年主题周文获奖结果也陆续揭晓 原国务院乔办副主任第四届中国乔连主席 庄严林的作品《破旧立新》 打造改革开放样板间 获一等奖 以海集团董事局主席王宁达的 《我的改革开放40年中的记忆年》等 十余篇作品 分获二三等奖 据悉 2018乔新杯 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活动 由乔新集团提供战略合作 完美有限公司提供特别支持 活动还得到了数十家海外华文媒体的大力支持 全球华人年度评选活动